阿波羅新聞網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給中國人發5000億元消費券 都這樣了 北京還不認 中國經濟前景難料 民眾狂買黃金避險 官宣了 它正式超越中國 成全球第一 馬斯克稱 印錢太多導致通脹 沒有化解的靈丹妙藥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政經熱點》 今天是美國時間4月20日 星期四 歡迎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給中國人發5000億元消費券 都這樣了 北京還不認 針對中國可能面臨通過緊縮的問題 中共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知名經濟學家李道奎在社媒發布視頻 建議當局給全民發放5000億元人民幣的消費券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李道奎稱 目前中國經濟偏冷的一個核心原因是百姓的消費不足 為了解決短期內的消費不足 恢復消費者信心 李道奎強烈呼籲中央政府給全民發放5000億元消費券 設定年底到期的條件 他估算5000億元的消費券能夠拉動至少1兆元的整體消費 1兆元的消費上升 反過來透過流轉稅 至少有3000億元回流到政府財政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財經版主編徐瑾 在一篇專欄文章中分析了中國的通縮之優 他表示 當下中國還算不上真正的通縮 但壞消息是 通縮可能真的在路上 通貨緊縮通常指人們傾向於持有貨幣而非投資或消費 物價普遍下跌 人們需求不足 收費降低影響消費意願 經濟學家認為 當消費者物價指數連續下跌3個月 即表示出現通貨緊縮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 3月份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僅上漲0.7% 為2021年9月以來最低同比漲幅 通脹率仍連續第二個月回落 2月份CPI同比漲幅為1.0% 中共國家統計局發言人傅林輝週二否認中國正在經歷通貨緊縮 不過他也承認 居民消費意願有待進一步提升 中國經濟前景難料 民眾狂買黃金避險 據中共央視財經報導 近期深圳水備市場人氣火爆 廣東深圳一位珠寶批發商表示 現在基本上每個賣場人氣都很旺 一鋪難求 他們上個月參加了櫃台抽籤 通宵排隊排了一晚上 一千多個人排隊爭幾十個櫃台 一位黃金展廳的負責人表示 最近每到週末 客流量都會非常大 由於大多數的櫃台都較小 看貨基本都需要排隊 中國有句俗語叫 亂世買黃金 盛世藏古董 意思是在動盪的亂世 各種錢幣難免會貶值 而黃金具備保值避險的功能 所以在動盪的戰亂年代 人們才會購買黃金以求保值 盛世收藏古董 是因為古董有升值潛力 而中國民眾瘋狂購買黃金的現象 似乎也透露出對當下中國時局及經濟形勢的不安 在時局和經濟形勢動盪不安的情況下 民眾存款意願卻有增無減 究其原因 財商天下節目專家分析 首先 在疫情和行業監管的影響下 居民收入下降 並預期未來收入不穩定 所以減少開支 導致預防性儲蓄增加 二是 受房地產持續低迷 保交樓事件的影響 居民購房意願下降 購房支出減少 這部分資金也轉成了儲蓄 三是 居民金融資產收益率下降甚至虧損 所以是寧可把錢存起來 也不想投資理財 官宣了 他正是超越中國 成全球第一 聯合國4月19日公布的數據顯示 印度已經超越中國 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 彭博報導 根據聯合國的世界人口一般表 對今年中期全球人口的估計 印度人口將超過14億2860萬人 略高於中國人口的14億2570萬 作為亞洲第三大經濟體的印度 擁有全球將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數 比歐洲 非洲或美洲的總人口還多 到2050年為止 印度人口將增加至16億6800萬人 而中國人口則將減少至13億1700萬人左右 且差距可能持續擴大 該文報導 中國人口14億2570萬 使用的是中共官方數據 中共數據多年來一直造假 眾所周知 中國經歷三年封控之後 多方披露 中國人口實際只有10億左右 日本人曾經用中國人每年10元的銷量去推算中國人口實際數量 估計中國人口應該在8到9億人口 古校在《乾淨世界》《靜原財經》撰文說 這種方法有一定的科學道理 就如同用工業電耗量 交通運輸量 金融數據 去推算宏觀經濟景氣一樣 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與樣本規律 從健康和美味的角度 食鹽是人食物中必不可少的調味品 且一般情況下 每人每天用量比較穩定 2019年之前 中國每年大約有1000萬噸的原鹽用於生產食鹽 其餘都用於工業生產用途 據中商產業研究院數據庫顯示 2022年 中國原鹽產量僅4986.4萬噸 原鹽產量比大流行病前2019年6701.4萬噸下降了25% 下降數字驚人 食用鹽和工業鹽都下降 導致了原鹽總體下降迅猛 將2000年至2022年的人口數字與食鹽數據進行對比後估算 2000年至2014年 中國國內實際人口數量與公開數字相比 縮水幅度平均值大致在19.29% 2015年至2022年 中國國內實際人口數量與公開數字相比 縮水幅度平均值大致在30.79% 因中共屏蔽各地區銷售的食鹽以及真實人口數據 網絡上流出的僅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並且準確度有限 因此 在估算各地減少的人口數量時會出現偏差 從而導致地區間人口縮水的比率差距大 其中有數據不完整的因素 但各地區人口數量比中共公布的少得多 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居民食用炎下降 我們得知從2003年至今 中國人口大幅下滑 說明非正常死亡人數正在激增 什麼原因導致的呢? 這20多年 除了2008年汶川地震 一次性傷亡近10萬人外 造成大規模人口非正常銳減的只有大流行病了 2003年SARS和2019年底至今的中共病毒肺炎 馬斯克稱 印錢太多導致通脹沒有化解的零丹妙藥 馬斯克是在4月18日接受塔克·卡爾森採訪時發表上述言論的 後者問這位億萬富翁科技大亨對美聯儲的利率政策和通貨膨脹的看法 馬斯克回答 通貨膨脹無論如何都會發生 只要你增加貨幣供應量 就會導致通貨膨脹 除了提高生產率 提高商品和服務的產出 沒有任何擺脫通貨膨脹的神奇療法 美聯儲衡量M2貨幣供應量的指標 衡量在美國經濟中有多少現金 票據 銀行存款 錢幣和貨幣市場基金正在流通的基準 在2020年3月 大流行病導致經濟衰退的早期階段 開始爆炸性地走高 貨幣供應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斷攀升 從2020年3月的約15萬億美元 上升到2022年4月的約22萬億美元 當時飆升的通貨膨脹 迫使美聯儲開始加息 截至2023年3月6日 貨幣供應量已經降至略高於21萬億美元 感謝您的支持和贊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也請您訂閱並傳播我們的頻道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那邊沒有黃標和紅牌的問題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